大家好 今天新增的10例都是屬於這個 中度的這個個案 那從這個40多歲到80多歲都有 那其中有只有四位是完整接種兩劑或 三劑 兩劑以上的疫苗 另外有六位 是未完整接種 包括三位是未接種 任何的COVID-19的疫苗 以及三位是只有 接種一劑的疫苗 那這十位的這個 臨床表現 那大多都是有肺炎 那或者是說X光沒有明顯肺炎 但是有 血氧濃度較低 有氧氣的需求 那 都有使用 跟申請有使用這個瑞德西韋在 治療 那慢性病的部分 就是有主要是心血管疾病跟高血壓居多 那也有這個三位有合併這個糖尿病的病史 以及一位有這個慢性B肝 那其中有兩位是 是沒有慢性病史 那這兩位的話 這個年紀 大概50多歲跟60多歲 那目前這十位都沒有 到這個需要住家戶病房的這個程度 那目前都除了一位是已經符合解割 條件解割之外 另外有九位都住院中 冰礦算是穩定 那這邊也幫大家做一下整理 就是說 加上這十例 我們累積二十九例的本土的這個中重症 的個案 那年齡的分佈 大家可以看中間的這一欄 二十九例當中 大部分還是在這個六十歲以上 目前人數最多的 這個年齡層是八十多歲 有八位 其次是六十多歲 有七位 那 那這部分目前如果以這個中重度 發生的這個比例來講的話 最高的是九十多歲的 這個年齡層 佔百分之 十八點二的個案 都有中重度以上 那其次就是 八十多歲的個案 五十四位當中有 八位 所以這個比例是十四點八 這兩個年齡層 就是發生中重症的這個比例是在確診裡頭 是超過百分之十的 所以雖然說我們整體的這個 無症狀輕症的比例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五六 不過在八十歲以上這個年齡層 算是特別的高 風險群 染疫之後會出現這個中重症的 這個比例 都是超過百分之十以上 所以第一方面當然是呼籲就是說 都要做好防護措施 戴口罩 親洗手 那另外打疫苗也是很好的一個預防的方式 所以鼓勵這個長者還是儘速的去完整 接種兩劑或三劑的疫苗 以上 好 謝謝 謝謝羅副 那大家也知道說 在這裡面大概 疫情以現在的發展的情況 那一定會有 我們要接受一個一波這樣的一個 比較大規模的染疫 但在這一波染疫 從前段時間各國的經驗 我們都看到 那最重要的 不在於這個疫情規模的大小 而在於我們的防禦能力的高低 那在防禦力上面 當然就分做三個 一個是疫苗 一個是藥物的整備 一個是輕重 分流 那在藥物的整備 我們大概這一劑裡面 昨天也進了我們那個輝瑞 大概4100劑 那在下禮拜大概1萬 4100人份 那下禮拜大概還會有1萬多人份 然後接下來在第二季35萬人份 這樣的一個準備量 我們認為是應該是夠的 然後第二個 輕重的分流也陸續 陸續就在這個 我們的居家照護 剛剛講有兩個縣 一個縣市已經開始 一個縣市在申請 那好幾個縣市 昨天下午在開會 大家也都是在開始在做整備 那我們本來就有這個防疫旅社 跟我們的集中檢疫手 整體輕重分流 越來會越來越順暢 那另外一項就是疫苗 疫苗的施打 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也特別在這樣的情況下 會增強我們這樣的一個 加強整體防禦的整備 所以我們以前 大家記得我們以前有 要求過 就是在1237類的對象 矯正機關 殯葬場所及24類 場所的工作人員 以前是要求2劑 現在要求到4月22號起 去完成COVID-19的疫苗追加劑 第三劑的 接種 那另外我們在要求 在目前來看 就是說在 在會接觸到不特定人士持續有效 無法 無法持續有效 保持社交距離 這些長時間會接觸的 像我們這次的 相關的遶境 那接下來我們也要希望就是說 參加競箱團的 那另外就是像旅行社城嵐的相關的旅行團 這些都是 會跟不特定的人士相處的時間會比較長 很難 因為會 會住在同一個地方 那同一個遊覽車 交通工具 那加上飲食 等等的 所以我們希望這些能夠把 第三劑打滿 那至於其他場所 八道行業已經在4月1號起 已實施 那另外還有一個地方就是健身房 健身房當然就是說如果能夠戴口罩 那就戴 如果不能夠戴 那當然我們沒有要求說一定要戴 就是這種 但是室內 這樣的健身 那沒有口罩 那我們希望再多加一個 就是說如果能夠打滿3劑 在這幾個是我們這次加 除了上一次要求 4月1號 4月1號就在2月的時候要求的那些 相對的1237類 矯正機關殯葬場場所 24類的場所 要打2劑的 現在增加要到打第3劑 那另外在 繞進進鄉團的參加成員 那旅行團 那健身房 這也要求要打第3劑